中华经济研究院在今天公布了2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不仅是2012年11月止跌弹生以来 首见的下滑趋势 而且整体的趋势也由上个月的扩张趋势转为持平 接下来我们带来看到相邻的中国大陆PMI指数 不论是官方公布的还是民间所公布的指数都有呈现下降的趋势 有分析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制造业市场需求开始下降 是否意味着整体的发展趋势开始回落 我们的焦点纵横为您谈讨 吴教授您好 中心院今天公布2月份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PMI指数降到了50.1 而汇丰公布的2月制造业PMI指数中值则是降到50.4 数据都低于市场预期 也比1月略微下滑 有专家解释只要数据持续占上50 就显示大陆制造业持续扩张 请教老师怎么解读中国大陆2月份的PMI指数 是PMI指数大概近年来受到非常大的关怀 或者说大家爱用 因为这个指数是直接对于采购经理人 然后做一些的调查 那采购经理人当然是第一线 所以对于未来的经济的良语 我想是一个蛮好的指标 没错 这个指标是以50做一个这样的门槛 如果大于50就表示那个情况是好的 那小于50当然情况就比较就不好了 可是即使是高于50 那你就是也要看到底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 到一夜为止 不管是飞风还是中国他们自己 公布了这样种PMI指数 好像都往上 稍微再往上爬 而且也是几个月前就高于50 所以大家在解读说 中国经济好像逐渐在回温 可是二月份现在又往下掉了 虽然还没有掉到这个50以下 可是现在往下掉 那也可以反过来讲说 他们的这样种经济回温 现在好像这个速度是减缓 至少是这个样子 或是往这个不好的地方去 其实我们看另外一个 这个里面的一个比较细的这种指标 我们看制造月的这种出口订单 那这个好像二月份也是从 原来是高于50 现在是掉到50以下 而对这个就业指数 虽然还是维持在50以上 可是也是这个数字也往下掉 所以由这样种这个数字来看 中国的这样种这个经济景气 我想并不是那么样的说 最近然后它就回温了 说不定它是继续往下掉了 因为这个中国其实不只是看 纯粹的这个经济面 它的社会面 它的一些就业面 那它的成本其实是一直在提升 所以对中国经济我想还是要审慎的去观察 那不要以为他们现在中国经济是往上升了 我想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 比较谨慎观察为妙